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跟洞庭湖有关的美丽的传说可能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萧香竹或者叫香妃竹这样的一个传说这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传说在皇帝以后 宣元皇帝之后 先后出了三个很有名的部落联盟的首领是谁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姚 顺 宇 他们原来都是一个部落的首领 后来被推选成为整个部落联盟的大首领 那么那个时候做部落首领 有什么大事都要找各个部落的首领一起来商量 因为你是一个联盟的首领 找其他的小首领来商量 那么当时有人就是说姚因为年龄大了 所以他想找一个合适的人来代替自己的位置 那么有人就推荐了顺 姚听的时候点点头说我听过这个人 挺有名的 说他特别有能力 人品也特别好 那你们能不能把他的事详细地跟我说说 有人就开始跟顺说 跟这个姚介绍顺的情况 说顺这个人很好 但他父亲是个老糊涂 糊涂透顶 人们都叫他鼓手 鼓 就是打鼓的鼓下面一个目字 就是说眼睛忙了 就是瞎眼 瞎眼了 那对为什么说的糊涂嘛 那么顺的生母很早就去世了 但是他的后母非常坏 就后妈非常坏 那么后妈后来又生了个弟弟叫象 就是大象的象 非常的自大傲慢 根本看不起这个顺 鼓手却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象 喜欢这个小儿子 那么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那么他的亲生父亲 他的后妈 还有他的弟弟 对他特别不好 但是他对他们 就是顺对他们却非常好 所以大家认为顺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品德的人 那么顺呢 听了这个介绍之后非常高兴 甚至说 不错 这个人很好 但是我还要再考察他一下 但是呢 考察呢 还这个代价还挺大的 就把自己两个女儿叫鹅黄和女婴嫁给了顺 因为本身呢 的确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伙子 而且呢 替顺呢 筑了粮仓 分给他很多牛羊 那么作为嫁种 那么顺呢 这个后妈和弟弟看到之后是又羡慕 又嫉妒 于是呢 和这个他这个糊涂老爹啊 就这个鼓手一起呢 想办法说 几次三番想 害掉这个顺 然后呢 侵吞他的财产 怎么害呢 有一回这个鼓手呢 就叫顺啊 去修粮仓的顶 说粮仓的顶破了啊 然后等顺上去之后呢 他就在下边点火 想把顺给烧死 那顺在舱顶上一看 哎呦 底下起火了 想找梯子 梯子已经不知去向了啊 就已经可能被这个他弟弟给拿走了 幸好呢 顺随身带着两顶遮太阳用的这个大斗笠 于是呢 他双手拿着这个斗笠 就像鸟儿张着翅膀一样 这么一呼上 然后呢 斗笠随风飘荡 顺呢 就轻轻地落在地上 一点都没受伤 鼓手啊 和象呢 并不甘心 他们又叫顺去掏井 说咱们家的井啊 这个水不够了 你去打一口井吧 那么顺呢 就打井 那么打得很深 之后呢 鼓手和象呢 就在地面上把一块一块的土啊 石头扔下去 想把这个井给填起来 没想到呢 顺在这个干活的时候呢 他在井旁边啊 挖了一条通道 然后呢 从这个通道他钻了出来 又安全地回家了 那么那个象啊 把这个井填平了之后 以为把自己的哥哥给活埋了嘛 非常高兴 得意洋洋地就回了家了 跟鼓手一说 这回啊 哥哥准死了 这个妙计是我想出来的 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哥哥的财产分一下子了 于是呢 他就向顺住的屋子里面走过去 哪知道他一进屋子 吓坏了 发现这个顺呢 正坐在床旁边弹琴呢 非常的悠闲 想心里安安吃惊 哎呦 很不好意思说 哎呀 哥哥我多想你啊 你没事吧 那么顺呢 也没点破他 装作柔奇是说 哎呀 你来得正好啊 我事情太多了 正需要呢 你来帮助我处理 顺呢 还是像过去一样 特别和气地对待他的父母和弟弟 那么鼓手呢 和向就再也不敢暗害顺了 那么这些个事迹呢 后来又传到了瑶 就是部落联盟首领瑶的耳朵里 顺这个又听了自己女儿鹅皇和女婴的介绍 发现这个顺呢 真的是一个品德啊 才干 都没得说的这样的一个人 于是呢 就把首领的位置让给了顺 那么这种让位 历史上呢 就称为善让 并不是父亲传给儿子 而是呢 就说 通过一定的考察之后呢 大家推举出来 然后呢 把位置让给他 那么这种叫善让 那么在顺继位之后呢 他非常的忙 每天呢 在四方巡视 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么难得回家 那么他的两个妻子 就是鹅皇和女婴呢 因为好长时间没见到丈夫 太想念他了 于是就到南方呢 来寻找 就是乘船经过了洞庭湖 那么经过洞庭湖呢 他们就因为有大风嘛 他船没法走了 于是呢 他们就给 被阻隔在这个湖中的这个君山之上了 在君山上 他们突然听到了一个噩耗 就说呢 这个时候啊 顺已经去世了 鹅皇和女婴呢 顿时是泪如雨下 那么这些个泪珠 滴在君山的竹子上 就形成了一点一点的这个泪痕 变成了斑竹 那么这个就是香妃竹的传说 那么直到现在呢 鹅皇女婴的坟墓啊 还在君山上 那么君山上呢 也盛产着这种香妃竹 那么不但呢 外形看起来很漂亮 这竹子上面有很多的这个美丽的这个斑点啊 而且呢 有这样一段美丽动人的传说 现在很多人呢 用这个香妃竹 来把它做折扇的这个扇鼓 不知道您见过这种香妃竹没有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中华小故事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休息一下再会 诗词小课堂中华大师界 各位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诗词大师界节目中 我是子飞 那我们今天呢 请到的这个非常可爱啊 然后呢 穿着小粉衣服的这个姑娘呢 是我们的被诗小嘉宾 然后她呢 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所以呢 首先请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来 请 我的英文名叫一下 我的汉语名也叫Lisa 然后还有一个中名是叫真正 然后最大名 然后汉语最大名叫李嘉义 叫李嘉义 所以我捋一下你的这个英文名字叫Lisa 然后呢 小名叫真正 是不是中文的大名呢 叫李嘉义 那么你今天 你喜欢我叫你什么 叫你Lisa 还是叫你真正 还叫你嘉义 Lisa 叫Lisa 好 Lisa 你今年几岁了 六岁 六岁了 我一个月前就六岁了 一个月前就六岁了 那两个月前呢 两个月前还是五岁了 太棒了 那么两个月以后呢 一个月以后呢 你是几岁 还是 还是我觉得是我的生日 一个月以后就是你生日 你年过几次是 一个月以后你应该还是六岁啊 我们到时候看一看 是不是还是六岁 Lisa今年六岁 是一个特别活泼的小姑娘 那么Lisa呢今天来了以后呢 不仅要给我们背诗 还要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那么我先问一下Lisa 你今天要背的是哪一首诗 叫什么 望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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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啊 望动亭是唐朝谁写的 那个诗叫什么 刘雨 刘雨 熙 熙 刘雨熙写的望动亭 首先我们就请Lisa 来给我们背下这首望动亭 来 湖光秋月两相合 檀面无风 静未磨 遥照洞亭山水翠 白银盘里亦青罗 对了 那么你知道他这首诗 背得非常好啊 这首诗写了一个湖 它写的一个 是在就是一个Lake 一个湖上面的一个景色 你知道它是 是什么湖吗 就在那个诗的名字里 叫什么 洞亭湖 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湖 然后他说这个湖面 你知道平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湖面不刮风的时候 那个水面平静的 就好像像镜子一样 我们站在那个水前面 就可以看到自己 就是 就是不会 不会有波纹对吧 对对对 他说湖面无风 无风的时候 那个水面就特别平静 不会有波纹 然后我们就可以 当镜子来照一样 白银盘里亦青罗 就说这个湖面上 它这个湖上面 我跟你讲 它的湖上有一个 有一座山 那个山是绿绿的 然后那个湖面 水面是白白的 就像那个白色的盘子里边 有一颗青色的田螺一样 他就说这个湖呢 就是特别特别漂亮 Lisa今天背的这个望动亭 背得特别好 然后呢 今天Lisa还给我们带来了 这样的一朵小花 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是什么花 这个 它的英语名字叫Papi 然后呢 它是 它是为了很多战士死的坟墓旁边 在它旁边 这个花是在那个坟墓旁边长出来的 对 所以呢 所以呢 是纪念什么日子 才会有这样的一朵花 Ensic 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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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哪一天 是下一周的 下一周的周三 对 应该我给你记错的话 Ensic Day 刚刚Lisa也说了 也是今天 也是今天 今天你们在学校里边 就已经有这样的活动了是吧 对 所以呢你跟我讲一下 这朵花它为什么会是红色呢 因为 因为 因为战士们的鞋染红了 这个花 哇 你知道红领巾吗 嗯哼 知道红领巾 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 因为 因为 我 我不记得了 我想说 妈妈告诉我 妈妈告诉你啊 这个 跟这 跟这朵花的盐 这个红色的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 战士们的鲜血给染红的 那么所以呢 Ensic Day 刚刚Lisa也说了就是为了 纪念这个 纽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这个 就是 战士们在战争中的牺牲了 然后呢 他们 把他们埋葬之后呢 在坟墓旁边 长出了很多这样的小花 传说这个花的颜色 就是他们的鲜血染纯 是吧 而且 而且有时候呢 而且有时候呢 这样别在 别在 衣服上会很漂亮 对 对对 而且呢会 而且呢是就是说 而且呢就是说 我们会像那些个 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呢 表示一种尊敬 你看 就表示我们 虽然他们已经 他们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们还记得他 而且那些花很漂亮 是不是 Lisa呢今天讲这个故事 讲得非常非常好啊 也希望其他的小朋友呢 能够像Lisa一样呢 明白Ensic Day的意思 也能够记得Ensic Day 好非常非常棒 今天Lisa呢表现特别好啊 这是第一个给我们讲 Ensic Day的这个小朋友 而且呢这个 望动庭呢背得也特别好 Lisa你觉得你今天表现怎么样 很好 很好 如果是十分的话 你给自己几分 啊 如果是十分的话 你给自己几分 从一到十你给自己几分 九分 九分 九分还差一分吗 你觉得还差在哪呢 你要再背一首诗我就给你十分 我觉得 我觉得我背鹅鹅鹅吧 好 没问题 鹅鹅鹅哈 用鹅 来 那个我有点旺 我帮你起个头好不好 鹅鹅鹅 鹅鹅鹅 取向 取向 向哪啊 向天 向天 干什么呀 向天歌 取向向天歌 白鹿 白毛 福绿水 嗯 然后 紅掌 红 红 红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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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 波青波 哎对了 非常好啊 我们这个完全没有套词阿 临时那请Lisa背的 那么这个應該是你很小的时候 背的这首诗 对不对 我三岁还是二岁背的 所以大概有三年前了吗 然后那还记得 utilization 还真是不错 非常非常好 所以现在把那一份补上 你现在可以拿十分了 是不是 太棒了 今天的Lisa呢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自己让大家记住 记住你的名字好不好 Lisa 我的最大名是李嘉义 那是一个中文名 然后最小的中文名是真正 然后中文名是李沙 英文名也是李沙 你的中文和英文名都是李沙 没问题 这个中文最大名叫李嘉义 中文最小名叫真正 好 非常非常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这个非常愉快的这个节目访谈 就到这跟您说再见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